百萬得主已經出路了 在大家見證下 要抽出兩位百萬得主 台中購物節開跑一個月 累計登錄金額超過128億元 有一千六百零九萬張的 發票及收據 幸運得主之一 連兩年都中價 我去年其實有賺過三千塊 所以這十倍已經很開心 三萬塊我就很滿足了 孫先生 你可以有三十倍以上的滿足 恭喜你得到一百萬 孫先生直呼不可能 第一回的月月抽百萬 誕生兩位百萬得主 而另一位幸運兒陳小姐 則是花了129元買餃子 活動周邊舉辦特色市集 規劃66個攤位 鄰近草物道等景點 來增加活動多元性 民眾來到現場這些攤位來消費 那他都可以去登錄 而且登錄的金額是可以多五倍 台中購物節以活動互相拉台 打出獎項最多規模最大性 外縣市的遊客一同參與 刺激經濟 記者送不到